金融业协助推动数位振兴五倍券启动大会 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金管会财政部经济部部会首长一同出席 金管会主委黄天牧指出 金融业响应五倍券数位绑定活动加码回馈 共462万份的数量达33亿元 未来我想到真正启动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再增加 透过这个数位振兴活动的推动 让更多的消费者我们的民众绑定他的数位支付工具 那提升我们的内需扩大我们的经济的成长 我想这是一个对台湾的经济跟金融都共同有帮助的事情 加码到462万份了 那我想这样的对我们跨过这个20%的门槛应该是非常容易 网络平台进行民调 54%民众要零五倍券的值本券 29%民众愿意领数位券 媒体询问行政院长对于近三层民众有意领取数位券是否满意 三倍券的成功今年五倍券更受欢迎 我们看到所有各地都很多的商家分分加码 连地方政府也都一再推出各种加码游会 并且我们看连数位券等各方面都有各种优惠 所以民众可以以自己的需要以及方便选择数位券 资本券 振兴无备券各部会将推出八种加码券 经济部的好识券已宣布前400万名数位绑定着免抽签 其余七种振兴券约836万份 面额从500到1000元不等将以抽签方式进行 各部会轮流推出抽签活动 持续抽签四周 为振兴券议题持续加温 新唐人雅的电视 陈辉莫张云婷 台湾 台北报导